第十一课 我看见了飞碟 一 课文 八月二十五日 在新疆 我看见了飞碟 当时我们正在新疆的福海县 这里离乌鲁木齐有六百公里 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有山 有水 有森林和草原 还有味道鲜美的手抓羊肉 我们几个从大城市来的人到了这里 就像进了仙境 大家都很激动 新疆与北京的时差 大约是两个小时 晚上北京时间十点多 在新疆也就是八点多 八月二十五日那天 天气非常好 晚上九点左右 太阳才落下去 吃了晚饭 我和作家大刘一起回到宾馆 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急促地叫着 快 快出来看 大刘连忙跑出去了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仍然低着头在发手机短信 这时 大刘又马上回来 用力敲着我的门大叫 快 快出来 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于是 我和房间里的人立即跑了出去 一出来 我们便惊呆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 飞碟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 这间天上横着一条巨大的光束 一个飞碟快速地自转着 好像悬在了空中 那橙红色的光亮十分耀眼 飞碟自转的时候 带出了两条明显的白色窝流 它那橙红发亮的叠体 照亮了整个西北天空 真是太神奇了 这时 有人着急地说 相机呢 相机呢 又有人无奈地回答 我们全是傻瓜呀 我们几个人戴的全是傻瓜照相机 在这手忙脚乱的时候 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 大家谁也不愿意离开一会儿 都明白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突然 飞碟朝我们这边直冲下来 我以为它要降落了 可飞碟却停住了 又向高空慢慢飞去 然后一闪 变成了一个星星一样的亮点 接着又一闪 不见了 从一个唱片大小的碟子 只是一闪就变成了一个小亮点 这是多么快的速度啊 只是它留下的光束在空中亮了半天 才一点点地按下去 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 天空才渐渐恢复到原来的一片蓝色 这天晚上 我们一个个都兴奋极了 彼此问 相信有飞碟吗 又彼此回答 从此相信了 如果那一刻飞碟下来要带你走 你去吗 去 多么痛快地回答 已经很晚了 可我还久久不能入睡 我相信飞碟的存在 我相信在宇宙中间 不只是地球上才存在高智能生物 我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 2. 生词 飞碟 现 森林 草原 味道 鲜美 抓 羊肉 仙境 激动 激动 太阳 作家 急促 连忙 用力 意识 寻常 惊呆 不约而同 天空 天空 指剑 巨大 光束 快速 自转 悬 呈红 光亮 耀眼 明显 明显 温柔 温柔 发亮 发亮 照亮 神奇 无奈 傻瓜 手忙脚乱 明白 难得 潮 直 冲 冲 降落 降落 闪 闪 星星 星星 碟子 速度 渐渐 恢复 恢复 彼此 新疆 浮海线 乌鲁木齐 五 变习 一 语音 一 变音变调 飞蝶 蝴蝶 鲜美 鲜媚 仙境 寻常 欣赏 指见 之间 天空 天空 二 朗读 望庐山瀑布 唐 李白 日照香炉 生紫烟 摇看瀑布 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天空 大能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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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大能明亮 优冷